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傷倒地 像是衣服的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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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抹暴力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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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卻在驅離行動間 造成至少一百一十九人受傷 讓香港大學把健身房 劃定成戰地醫院 但這一打非但沒有趕走人群 反而讓老校友決定返校 中大書院前校董 在網路呼籲中大人回中大 保中大 讓大量車潮癱瘓民進交通 並且自發性逐起人鏈 傳遞紗布 食鹽水等急救物資 那希望大家今天就和和平平地散去 不要再受傷 不要再有衝突了 中大前校長及現任副校長吳姬培 回到校園 判的是不要再有學生流血 但明明全港處處有三罷行動 怎麼唯獨中大 風火連天 六月以來的示威行動 由於中大學生長戰前線 不已讓中大學生成了民運的代表大學 他們甚至還被戲稱香港暴徒中文大學 但中大學生不僅沒反擊 還製作T恤 就是要在這場民主爭奪戰 站到最後一刻 而更有媒體認為 關鍵在於中文大學 有香港國際互聯網中心 倘若港警佔領中大切斷網路 那就能阻止港民串聯 十三號一早 仍有學生手持弓箭死守母校 但港府施加力道 究竟是為直暴治亂 還是企圖在區議員改選後 透過政治手段逼港民就範 東方支柱的未來 在黑煙中逐漸誤著邊際 在令新聞鄧某島